沙漠中最大的游乐场 在离科威特首都25公里的杜哈区 有一个现代化的游乐场 游乐场建在一望无际的沙漠中 是世界一大奇观 一提起沙漠 人们往往想到的是一片荒凉 然而在游乐场看到的 却是满眼绿色 充满了生机 这座游乐场共有12个入口处 从阿拉伯世界区进入游乐城后 阿拉伯风情到处可见 城中间是微型的人工湖 湖水清清 波光闪闪 湖面上漂浮着一只科威特古老渔船的模型 鱼儿在水中游动 沿湖四周 售货亭林立 大多出售各种风味小吃 也有金银首饰 黑袍和面纱等 在新博达航海游乐场 有一艘按照古代阿拉伯航海家 新博达航海时 使用过的帆船纺制的游艇 游客可以乘上游艇 沿着新博达当年的航海线路游览观光 更有吸引力的是阿拉伯的火车 以及为火车设置的精巧别致的月台和后车室 它们全是圆顶式的建筑 墙壁上都装饰着传统的阿拉伯图案 游客也可以骑着骆驼去动物园 里面养着象 羚羊 梅花鹿等动物 这些动物很温顺 常常会主动向游客讨吃的 十分调皮可爱 国际世界区 集中了世界各地的美丽风光 这里有18、19世纪美国西部小城的建筑 有仿建的埃菲尔铁塔和比萨鞋塔 有荷兰风车和阿尔布山的瓦罐 还有伊拉克巴格达的清真寺和希腊的寺庙 可以说世界著名的景点都集中在这里 未来世界区最引人入胜 走进大门就可以看到各种激光电子操纵的玩具 以及当代最先进的交通工具和通信设备 令人眼花缭乱 登上110米高的旋转瞭望塔 整个游乐场一览无余 坐上宇宙飞船和登月火箭 你会被带进太空世界 送往月球 感受到征服宇宙的无穷乐趣 游乐场既展示了世界各地的名胜古迹 又展示了当今世界最新的科技成果 因此它不仅是一个游乐园 也是一个知识乐园 感谢观看